三年多前 美国高调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 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 我们希望美方以此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为契机 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 与各方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 为推进人权理事会工作 发挥积极作用 美方刚一当选 就对多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 美国的这个老毛病该改改了 如果美方当选后继续采取双重标准 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攻击打压他国 那必将遭到强烈反对 美方真正应该做的 是及时纠正自身 在国内外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 为世界人权事业 做点实打实的好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